好,我們看到這個preview的範例 我們這一個教學最主要來講解海洋跟船隻之間的浪花怎麼去製作在Maya裡面 我想在Maya裡面的海洋我們通常都會用Ocean Shader來製作 Ocean Shader裡面可以create一個可預覽的平面 可是它並非是實體的model 所以它只能用來做預覽的一個狀態 那它並非是實體的model 那在做浪花的時候呢,像這個教學所看到的 這個情況我們必須要把海洋的一個表面surface 轉成實體的Nervous model 那傳聲如果你是用Polygon做的 那也必須做一個類似跟傳聲外型符合的一個傳聲 也是用Nervous 那兩個Nervous的物件呢,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特性 去產生它們相交的一個克服線出來 那在這個由這個克服線去產生Particle 然後再由這個Particle去跟傳聲跟海面去產生碰撞 來運算得到了海浪的一個效果 浪花的一個效果 那怎麼去產生這個Surface的一個Ocean的一個平面 我們這邊快速的來製作 首先你create一個Nervous的平面 然後並且把它命名成為Model的一個名字 然後它細分呢,你把它細分成為絲條 好,那大小呢,你可以去決定你要的大小 好,多大多小都沒關係 那,嗯,首先,然後接著呢,我們到 嗯,Hyper Shader裡面去產生一個Ocean Shader 那這個Ocean Shader也必須符合我們的命名叫Ocean Shader 1 如果不是的話,必須是要這樣的名稱 因為我們要跟這樣的Mail去做搭配 嗯,搭配就是說 因為我們Mail已經把我們的 這個Service的 嗯,名稱 選定為Model 那如果你要 改另外名稱的話 你可以 跟這個 Mail去修改 或者是Mail去符合你 好,你的Model的名稱 就是說,不是Mail去修改 就是你Model物件的名稱去做修改 那Ocean Shader這邊 也是一樣的齁 必須兩個搭配名稱 必須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Mail是根據 我們實際做 實際製作的一個 好,狀況去 去寫的 所以,物件名稱必須跟Mail的名稱是相符的 否則就沒辦法做運算 他找不到物件的名稱 好,接著把這段Mail呢 Copy起來 Copy起來 接著呢 我到HyperShader 裡面去選擇這個Ocean Shader 到Window裡面呢 的Elimation Edit裡面去 找到Expiration 編輯器 然後把這段Mail呢 貼在這個Expiration 編輯器上面 就是說針對這個Shader 好 去提取 好,去製作 好,Create完之後我們按Close 好,接著我們可以按 喔 播放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 好 這樣的一個可視化的Ocean Shader表面 好,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一般在Mail內鍵裡面的 這個Ocean Shader 這個表面的只是 好 只是preview的 並非是真實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它轉換成 好,真實的一個Model 那,關於這個Mail的詳細解說 我在 部落格上有 好 轉載 那它原始的 好,這篇文章的 嗯 部落格網站 你可以去 觀察 去 去 去看它的文章 它裡面很多教學都寫得不錯 是大陸的 那我把它翻成 中文的 好 那它這邊寫得很好 我這邊就不 再想述了 好,它把Mail的一些 嗯 用途都解釋了 好 這邊 接著呢 我們 在 這個Nerms上 去提取它的 IsoPan 去提取它的 曲線 好 並且把它 啊 產生 好 真實的曲線 我們到 OnAlert裡面去 查看 確實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克服呢 好 好 提取出來了 因為它還有 帶歷史記錄 然後 把歷史記錄刪掉 這條克服就沒有辦法 依附在這個 Surface上面 那 因為 哦 它是有歷史記錄的 所以它是可以依附著 那接著呢 我們 Create一個Nervous 的物件 跟這個 克服去產生 所謂的 Motion Pass 哦 哦 那 如果你是Polygon的 船隻的話 你可以 一樣 一樣 去跟這個 Curve 這個 曲線去產生 Motion Pass 但是你的 船身外表 你再必須再 用Nervous 再做一個相近的 表面 好 去跟它 產生 相交的一個 運算 哦 我 接著選擇 這兩個Nervous 物件呢 到 Service模組 去產生一個 運算 哦 產生一個 相交運算 那會得到一個 這樣的一個 相交的曲線 那這個曲線 並非真實的 Curve 我們一樣 要把它提取出來 嗯 這兩個Curve 是一樣 我只要 選擇 其中一條 客服 就好了 然後 接著我去 產生 Particle 因為這條 客服呢 也是一樣 帶有歷史記錄了 所以呢 我在 Play的時候呢 這條客服 也是會 依附在 這個 傳生 這顆球 然後去做 行走 那因此 我就可以 好 去 針對這條 客服呢 去產生 Particle 好 我針對它 來產生 Particle 針對 Curve 好 產生 Particle 然後接著我打開 Attribute 針對它 做一些修改 好 在噴發的 噴發的 呃 方向 我針對它 做歪左的噴發 然後 數量呢 我也可以 做一些更改 甚至 呃 它的 Particle 的形式呢 好 可以針對它 做一些改變 好 我可以 在preview的時候呢 可以去更改 好 現在 Particle的生命 周期 我給它一些 呃 亂數 我想這裡都可以 針對你的需要 去做一些修正 好 包括 Particle的 呃 大小 好 以及噴發的 數量 這邊 我就不做 詳細的 好 介紹 好 對 大概 運算一下 那因為這個 Particle 並沒有跟 海浪的表面呢 去產生 碰撞 所以我們 選擇Particle 然後還有選擇 海浪 海浪表面 海浪表面 船身去產生 呃 呃 呃 去產生 碰撞 然後我可以 再觀察它的一個 呃 碰撞效果 可以在Particle呢 再縮小一點 那因為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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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滥花的一個效果 呃